现在我们对定式拔掌的第四掌 指天插地掌 也叫鱼鳥银钻天的掌法 进行拆掌缩手应用法 首先我们先对本掌进行整体演练 Zither Harp 指天插地掌共分解出五个手法 第一个手法是片扣手法 先扣后片 第二个手法是穿胆手法 第三个手法是尖状手法 用这个地方筋状 第四个手法是胯 胯搓手法 一个手往上胯 第二个手法往下搓的小肚子 第五个手法就是脱皮手法 脱皮手法 是这样 我们开始演示第一个手法 叫做扣片手法 预备开始 示范动作 实际应用 慢动作 第二个手法 第二个手法是单手掌 单手法 我们单手法的话一般的就是侧位打击 不是正面打击 都是侧位打击 现在我们继续演示 如果对方来打的话 走 这儿呢 你看了吗 这儿就动了 不是这个 走 你看 打 在这儿 实际应用 慢动作 第三手 就是肩状法 肩状法一般的是偏身打法 就是说在近距离当中 我们用这个法法是最好的 远距离不能用这个 现在我们开始演示 试范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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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应用 慢动作 试范动作 第四个动作 是跨侧动作 跨侧动作 跨侧动作 是连方待机 也就叫上方下机 上边的手 把对方的手拨开 下侧才小腹 好 现在我们开始演示 然后我们开始演示 开始演示 试范动作 试范动作 实际应用 慢动作 试范动作 试范动作 前面我们做的是正面攻击 防守攻击 我们现在做侧身防守攻击 示范动作 实际应用 慢动作 第五手是脱皮手 脱皮手一般在第一手是防 第二手是披 上披下防 现在我们开始演示 示范动作 实际应用 慢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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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